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3月2日 第1卷 第10章 第1节 圣经启示独一真神 创造万有 借着受造的宇宙与其中万物 启示出这位永恒全能的独一真神 这叫做普遍启示 然而神以他的话语更直接 更清楚 更生动地 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这叫做特殊启示 圣经的启示与自然界中的启示 彼此是和谐一致的 因为写作圣经的上帝 就是创造宇宙的上帝 因此 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奇妙深邃的 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竖尽的 圣经从神是造物主的启示 来引导我们认识神与认识自己和受造界 为了使敬前的信徒 能更深认识神的创造与神的护理 我们可从旧约与新约经文阐述 若我们认识神是以永远大能主宰他所造的万物 就更能认清他与我们的关系 圣经多次教导我们有关神的父爱 诗如慈父般地对待我们 乐意施恩给我们 然而圣经也同时教导我们 他是公义的主 他严厉地刑罚被约的罪人 特别是屡次藐视他的恩赐宽容而刚硬不悔改的人